先下载IPP和Google Map Engine并安装 这个是EBUS2 和第一代不同的地方 新为Google Map和APP门层更新改版 而且第一代和它们并不相容 所以我们也改版了 进入此页面 点选路线选择 可以让不知道站牌的人 查看此条路线所经过的站牌 我们以园林线为例 点选任一站 可以确认是不是该乘坐此条路线 我们再以水尾线为例 点选任一站 可以确认是不是该乘坐此条路线 点选票在查询 选择一条路线 就会显示这条路线 购占的票价 和之前不同的地方 是旧版直接连接到彰化客运的票价表 而现在是利用APP Menten2欠换萤幕的功能 再来点选GPS导航中的其中一条路线 我们以路线为例 然后选择需要的站名 先选择我的位置 之后在路线上方的地方 确认伟大宗运输 点选现在距离最近的站牌 下面就会出现公车到站所需要的时间 下面就会出现公车到站所需要的时间 另外Google map提供导航的功能 我们直接以重量线为例 更改为开车或步行 即可看到该路线的详细路径 点选开始 即可做导航的功能 也可以切换为卫星解释模式